超商大門上貼著 請去另外一家連鎖超商 走進去怎麼越看越不對 那也這樣 只見超商店員醉倒在店內 趴在桌上呼呼大睡 而桌上擺滿了食物 一旁還有一瓶快要喝完的酒 而鏡頭一轉走到櫃檯 店員已經完全喝趴醉倒在地上 還需要客人拉他一把 衣服睡到掀起了一腳 露出小肚肚 眼看店員喝茫了 民眾也玩嗨了 拉開收音機拿起調碼機 在櫃檯玩機角色扮演 彷彿自己就是超商店員 當場上演自助式結帳 妳有感情嗎 妳有感情 怎麼接 來嗎 感情輸我了 不僅當起店員 還在超商來場跳樓打拍賣 還有三個五十 還在百二上 影片上傳到網路上 立刻引發了廣大的討論 網友紛紛留言 太扯了吧 有夠誇張 加盟主要哭了 還有網友 根據櫃檯上的報紙日期 推測時間是在山陀兒颱風 侵襲的那幾天 而針對這段影片 超商的總公司 也火速做出了回應 表示將會立刻與該店解約 並且依照契約 對加盟主追究責任與賠償 東神新聞綜合報導